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如果你在睡覺的時候很容易被噪音吵醒 像是我們沒有摩托車這樣 然後上面有人沖馬桶 然後有水管的聲音這樣 然後又有人在敲敲打打 或是鄰居在那裡大吵大鬧 反正噪音會影響到你睡眠的話 我找到一個超酷炫的產品 這就是我們的Amazfit Zen Buds 哇塞,這是不是長得有點像粉餅盒之類的 看裡面還有一本這麼厚的說明書 是哪招 這什麼年代還有這麼厚的說明書 盒子裡面還有一條USB Type-C的充電線 然後盒子裡面還有另外附三組不同大小的耳塞 這個Zen Buds真的是超級無敵小 因為它不是藍牙耳機 所以它不需要裝一些什麼大的驅動單元之類的 它只是要播放白噪音而已 所以就是真的是非常輕巧 等等,我把耳塞拿下來 這個...這真的太小了吧 這個就是... 目前就這樣子,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我們過幾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功能之類的 OK,那我大概使用這個Amazfit隔音耳塞 差不多四個多月了 那我可以跟大家一一的分享說它的優缺點 還有你到底適不適合購買這一個產品 剛使用這個Amazfit隔音耳塞 你會有很多東西需要先適應一下 像是播放聲音類型 聲音大小聲 要不要睡著自動停止播放 還有怎麼樣佩戴比較舒適等等 佩戴起來還蠻舒服的 它就沒有什麼壓迫感 它有點像是比較短的入耳式耳機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入耳式耳機的話 這個產品可能就不太適合你 那測睡在某一些特定角度 還是會有異物的感覺 正睡的話我就覺得沒有什麼負擔了 那有時候睡覺睡起來會發現 有一邊的耳塞就不見了 起床還要找一下,非常麻煩 我自己也試過所有的耳塞大小 會掉就是會掉 那耳塞的盒子我覺得還不錯 它的滑蓋設計我非常喜歡 但耳塞的盒子上面的LED指示燈 我覺得有一點點的太亮 在睡覺晚上你把所有燈關掉之後 打開盒子你會被它的LED燈照瞎 那盒子的電力算是不錯 大概一個禮拜充一次電就可以了 我覺得它起床鬧鈴的功能真的是超讚 你就是起床不會影響到任何人 你不會影響到你旁邊的人 沒有人會聽得到你的鬧鈴 只有你自己聽得到你自己的鬧鈴 而且它的鬧鈴 它的鈴聲就是比較溫和 所以不會有像Apple他們那種 超級瘋狂的鬧鈴把你叫醒 它就是很溫和的就把你叫醒 我覺得是超棒 但很可惜的就是它的鬧鈴只有一種選項 你沒有辦法去挑選其他不同的鬧鈴 那這耳塞的隔音效果就跟平常 矽膠入耳式的耳機很像 這隔音耳塞的概念就有點像是用你想要聽到的噪音 然後蓋掉其他你不想要聽到的噪音 就是用噪音去蓋掉噪音的概念 那它聲音種類的挑選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自己非常喜歡它有一個叫做Rainfall 就是下雨的聲音超讚的 但我發現它所有的聲音就是耳塞硬體的限制吧 就是它的低頻幾乎是沒有的 所以你就不會有那種 紅的什麼像是車聲啊之類的 就會比較尖銳的 或者是比較高頻的聲音 就是中高音頻 那低頻幾乎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在車上睡覺 可以有感受到那種噪音低頻的感覺的話 那這耳機是辦不到的 這耳塞的隔音跟著名其實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已 它還有一大部分就是它的App 紀錄還有詳細的分析真的是非常實用 你就會有一些你平常完全沒有辦法得知的資訊 像是你幾點睡著啊 你翻了幾次面啊 你正睡、側睡、趴睡的比例 起床的時間、睡眠的總時間、睡眠心跳速度 還有睡眠品質分析等等 我覺得更知道你睡眠狀況 可以更容易去調整你的生活作息啊 還有你的睡眠如何達到更高的品質 那它的偵測其實還蠻準確的 像是正睡、趴睡、側睡 這還蠻神奇的 但這個耳塞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一定要拿出它的充電盒 它才能跟手機配對 你如果把它放回充電盒 它藍牙就關掉 它單純充電而已 沒有辦法跟手機配對 所以如果你可能睡覺起床 然後你想要看一下你的資訊 然後你晚上沒有開藍牙的話 你放回充電盒 你就沒有辦法同步你的資訊到你的手機裡 就稍微有一點不太方便 那其實你也不用每天去同步你的睡眠資訊 你需要看的時候你再去同步就好 它記錄全部都記錄在這個耳塞裡面 非常神奇 就我有一個月完全沒有去連接手機 但是我一個月之後 忽然想要看一下我的睡眠資訊 可能那一個月的睡眠資訊 然後我就去同步我的手機 全部的資訊就跑到我的手機裡面 超瞎 是每一天 詳細的資訊全部都同步到我的手機裡 我覺得誰適合買這個耳塞呢 第一種人就是你可能在床上 睡覺前 你會在床上一直翻滾 然後睡不著 那種人就還蠻適合帶這種耳塞 就是聽那種一個頻率 然後讓你 那我待會放空比較好睡眠 另外一種人就是你可能起床要鬧鈴 但是你又怕吵到其他人 你就只有自己聽得到 其他人聽不到 因為有一種人可能就不太適合買這個產品 就像是你生活周邊有點吵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很吵的話 它的隔音效果其實沒有到很好 它就是用噪音在蓋掉噪音 所以就會變成更吵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用那種3M的海綿耳塞的話 那個可能還比較好 如果你不介意那種膨脹的感覺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Amazfit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